Dorero Devil Hunt 天啊我聽到晉速的聲音 我一直覺得湯湯水水 趕麥克風一定要這樣搞我 是不是 不是麥克風啦 耳機 喂 發燒列車怎麼變成人氣火箭列車啊 現在是怎樣 現在是要學對面是不是 是要學鬥魚是不是 火箭大家刷起來 可笑好一點嘛 有 我這兩天看了那個Cyberpunk 天啊我聽到晉速的聲音 我就覺得湯湯水水 那你們知道Cyberpunk裡面有晉速嗎 神機就是晉速 是晉速吧 但是我現在停在一個 我再繼續看下去我心情就會不好的地方 所以我就決定我要假日再看 因為我已經感覺到我後面心情會很不好 哇天啊畫得太好了吧 這個動畫 這個動畫 直接霸權了吧 光是歌跟那個作畫的那個畫面 還有你們說的每一集片尾都換人唱 紅白片尾大陣 直接霸權了吧 你這禮拜開台只有今天 明明禮拜一有開 是在哭喔 其實昨天本來可以開 可是因為昨天我傍晚的時候去錄萊斯的Podcast 然後我又想要修養我的喉嚨 就是我不想要一天用聲音用兩場 如果這樣的話就等於是下午場也用的聲音 然後晚上場也用的聲音 就會覺得還是養喉嚨好 因為我下禮拜要錄音 所以我就是想要讓我的喉嚨儘快 回到一個好一點的狀態 所以我昨天才沒有開 不然其實我昨天可以開 可是我就覺得還是 對還是修養好 對嗎 我也覺得我聲音有恢復一點 這也是新翻 這水星魔女嗎 哇 十月是不是很忙啊 一堆動畫要看耶 對 十月好像神仙打架大亂鬥 我有看Cyberpunk 但是我目前停在一個 我感覺我再繼續看下去 心情會很不好的地方 假日的時候 就是把它看完 因為好像很影響情緒 我看到超多人 說就是看完了Cyberpunk之後 會一整天 心情都超不好 就是他們也沒有講什麼 但他們就說 心情會非常的不好 不要爆雷不要爆雷 我還沒看 我還沒看完 不是我還沒看 我最近要補的東西也太多了吧 我要先把再放個動畫看完 然後我要補水星魔女前傳 水星魔女前傳就一集電影 然後我要補 阿達一族真人版電影 兩集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接十月新翻了 行程是補翻 什麼是補翻 欸沒有喔沒有喔 我們約會君有看鋼彈喔 因為那天本正就是在聊天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在聊有看什麼動畫這樣 然後我就說 我可是十分難得一介有在看鋼彈的女生喔 他表示傻眼 他有看他有看 哪一代最好看 我覺得每一代給人的感受不同 老實說你真的要講說鋼彈有到超好看嗎 以動畫來說我覺得鋼彈沒有到超好看 但是他就是賣那個戰鬥 然後賣那個鋼彈 然後賣那個機體的那個氛圍 所以老實說如果他真的要純潤他的動畫 跟其他動畫比起來的話 當然鋼彈系列還是有他可以改進的地方 但是他就是 他就是每一季都會有帶給別人一點的感受 我覺得剛在系列很難用一句話 把他評論完 他真的很微妙 你說他好看嗎 看完了之後幾乎 大概五代裡面有三代未會很痛 你說他不好看嗎 他也沒有到不好看 他也是好看 這主題曲什麼的也都是很好聽 然後畫面也很好看 但我就是看了之後未會很痛 然後我覺得很吃電波 我覺得跟九九系列有點像 就是很吃電波 就如果你是很喜歡看那種機甲 機器人大戰之類的 你可能就會很喜歡 然後或者是你喜歡胃痛片 然後你喜歡打一打去 你喜歡看愛與和平與國戰爭之類的 那你可能就會很喜歡 很少不會痛 基本上胃都很痛 不是胃很痛就是想摔遙控器 就是這兩種選擇 而且我自己覺得鋼彈如果要做的話 他就是做動畫劇集 因為我覺得他就是在Netflix上面 有上一陣子的那個電影版 那個叫什麼 對閃光哈沙威 我就覺得鋼彈系列他就是一定要給他一個 25集的時間 他才可以把一個完整的故事給講完 因為不然他還有陣營啊 然後陣營的每一個機體啊什麼的 然後跟機體跟機體之間要怎麼樣的一個對決 誰剋誰啊然後誰怎麼樣怎麼樣 那如果要講的再更好看一點的話 那可能就可以再多出一點出到50 之類的就像以前一樣 就是以前隨便一出的動畫就是出個50幾集 就會很好看 因為他就是會很像連續劇一樣 然後你就一直播一直播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就是我覺得電影版他可以做動畫版延續 但是如果他要自己單獨出一部的話 我就會覺得太太敢了 現在從頭開始追鋼彈要從哪裡開始 你很菜耶 你完全從來沒有看過鋼彈系列嗎 因為以前的都急速有一點太多了 我覺得有點不太適合 不然你先看鐵血好了 可是鐵血胃很痛 看Double O好了啦 Double O啦 不然你就跟風 你就先去看水星魔女前傳 然後這一季水星魔女出了你就可以看 為什麼我一直講水星魔女 水星魔女 你們要想就是 它這個版本要觀看取得容易 因為有一些像你們剛剛講的 什麼W 什麼C的 什麼的 然後什麼武鬥劇什麼 你現在要看那些東西你要去哪裡看 根本就沒有版權啊 所以你們還是要去找版權容易看的地方 例如說在Netflix上面有 或是Baha上面有 或是B站上面有 或是B站上面有 或是Youtube上面有 喔!YT全部喔! 分享一下看完Cyberpunk前三集的感想好了 沒有要爆雷 主要就是 如果你有先玩過遊戲的話 你再去看Cyberpunk的動畫 你就會超級有共鳴感 因為它的所有的場景還是什麼的 都是你看過 然後而且你也經過過的地方 然後甚至有一些支線任務才會去的地方 他也有做 所以就是你一進去的時候 然後你就會覺得 啊!幹!這就是我玩遊戲的時候 經過的那個地方嗎? 喔!天啊!這個電梯! 喔!天啊!這個房間! 甚至我在這個樓梯曾經卡過BUG 之類的 你就會非常非常好共鳴 所以前三集的時候 我覺得都會帶給你一種很興奮 好讚喔!這樣子 就真的都看過 然後聲光效果又很好 可是我覺得如果你有癲癲或什麼之類的 就是不太能看那種閃光 你可能要小心一點 因為它超閃 閃到一個不行 從第一集開始就閃到最後 可能大家要戴個抗藍光眼鏡 其實劇情就是淺顯易懂 但是最主要的就是看它的風格 跟它的氛圍 跟那種未來Cyberpunk風格的世界 在玩遊戲的時候 曾經去過的地方 曾經看過的幫派 然後曾經遇過的NPC 所以我覺得就是如果有玩過的 一定要去看 因為我已經就是有收到非常多的警告 動畫的感染力做得太好了 所以你一次把它看完之後 後面就是會讓你心情很差 所以我目前就是分批次觀看 欸我後來去看Cyberpunk的團隊 四天元突破的那個監製是不是 還是什麼的 本正就是陣容也是很浮誇 非常的值得去看 作畫的風格跟品質都非常好 然後女生很辣 超辣好不好 女生動不動又露點 拜託 然後如果媽媽在旁邊的話 千萬要關起房間門來看 對因為它就是蠻暴力的一部片 就是非常有暴力 就如果媽媽看到的話 可能就會皺眉頭這樣子 對然後最好是戴耳機 其實我一開始是完全沒有查 他們製作團隊是誰 我是先看然後後來覺得 太熟悉了吧這個畫風 然後重點是 我每次去查那些東西的時候 我都覺得 幹我真的很窄 就這樣聽到這種很熟悉的 我就想說 幹這幹不會是折野紅汁吧 結果我去查 真的是折野紅汁 然後我就覺得 幹好窄 我真的好臭窄喔 突然發覺自己專業窄 我本來就很專業窄好不好 拜託請不要小看 每次猜對了之後 然後就又覺得很自豪 就覺得啊天啊 窄窄最基礎的素養 我沒有丟掉